大家好,这一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python的flask的一个小案例啊 我们通过flask呢,来做一个在我们的web上面显示我们的excel表格的一个实例 那这个实例呢很小啊,我们看一下这是我的gethub啊 这种gethub下面的这个标签页啊,python的标签页里面有一个flask的文件夹 里面有一个excel的py的文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要去装什么,装我们的这个flask的这个模块的包 然后再去装我们的xlrd的这个excel的读取的一个模块 然后呢,我们要去通过什么,我们的pandas 这个pandas来操作我们的这个excel,ok 那pandas呢,其实它在读excel的时候,它是依赖于什么,这个xlrd的这个模块啦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三个包通过python3的这个pip来安装上 然后呢,我们要导入什么flask这个模块 然后我们要导入我们的这个pandas里面的这个pd的这个模块是吧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代码啊,其实很简单啊 这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啊,我们要产生一个什么 一个flask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一个框架,微框架啊,一个微框架 然后呢,从10行,第10行到我们的25行啊 好,这边呢,是我们去引用这个什么 这个路由啊,这个app run就是这个路由,然后呢 在我们的80的端口是吧,所有的ip地址都可以来访问80的端口 开启它的什么debug模式,然后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我们路由的入口,对吧 然后呢,就是说你只要给到我们这台虚拟机的ip 然后加一个斜杠,它就会执行下面这一段 对吧,下面这一段函数代码,是吧 那这个函数随便取个名字啊,我们叫excel是吧 然后它下面定义了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就会去什么 就会去读取我们的,跟这个文件当前 当前目录下面的一个一个色表格 然后读了之后呢,把它什么,转换成一个什么 HTML,然后付给一个变量,对吧 然后呢,我们再打印一个大的字符串,对吧 通过打印一个什么,一个HTML的网页,是吧 然后呢,这是它的,这是它的这个表头吧 就是它的一个标记,然后呢,有个DIV,对吧 有个它的一个布局,对吧 DIV呢,就引用这个变量,是吧 就是刚刚我们读取的这一个一个色表格 把它转换成HTML的这一个变量,对吧 这个变量,然后把它放进来,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啊 是一个python的一个非常小的应用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实验环境 那这边呢,是一个,呃 我们的Centro S7.4的虚极 然后我们去把Python3给装上啊 38.sob 然后我们并一下二进制模式,get我们的Python3的这个踏包 ok 看一下哈 那这个包很小啊 只有9兆 很小的一个包啊,我们把它解压 看里面是什么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Python3的安装的这一个脚本啊 那很简单啊 是吧 这个脚本就是我们要到这个Python3的这个这个蓝色的这一个我光标的位置啊 蓝色这个folder下面去是吧 去安装它的所有的rpm包 然后呢去修改我们的什么Python 的一个链接,对吧 一个环境面量下的链接 然后嘛把这个Python3.6替换 替换掉原来的这个什么Python这个可执行程序 然后呢最后两行SED 这个是改变什么 改变我们YAM嘛 因为 因为YAM是跟Python是有有关联的 对吧 所以说的话要把YAM的也改一下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好 很简单啊 我们看一下这下面有哪些包 就这些包 就Python3.6.8的一个包吧 然后OK 我们执行一下啊 那很快 他就把Python3给装上去了 我们系统默认的都自带的是Python2.7.5啊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 Python 看到没有 我们的Python已经变成了3.6.8 OK 好推出来 然后呢 我们来 嗯 执行这些 安装啊 首先我们要去安装这三个 模块 对吧 我们只是把它粘贴复制过来啊 它会到我们的阿里云的镜像上面去安装这个Flask 还有XRD 还有XRD 还有我们Pandus 这个三个我们要用到的Flask的操作一个Cell的一个程序包啊 我们看一下 Pandus OK 稍等一下啊 好 好安装完成了之后呢我们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哈我们到另外一台虚拟机上面去 嗯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我们把它烤过去吧 这边有一个SMB就是Samba的一个安装程序啊 我们把它烤到我们的C06这台PG上面去 哦 不好意思啊 过去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执行我们的Python的脚本这个代码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 那那这个这个脚本很简单啊 其实就是我们创建一个共享是吧 这个共享的路路呢写到了这个Data下面 就是一个Samba 安装一个Samba 然后呢我们 因为我们要往里面烤一个Sail表格嘛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创建一个Samba Samba配置我就不讲哈 我在另外的视频有讲过啊 那我们就执行这个SMB 对吧 这个Samba 稍等一下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好像没有创建这个Data这个目录哈 再执行Samba 对它有一个共享的目录要先事先创建的哈 就是这个 这个 斜杠Data的这个目录 OK OK 那我们的Samba也创建好了哈 我们看一下哈 我们检查一下Samba的端口 叫NLPD 那有43 有45139的端口就是什么 这个Samba已经运行起来了 它的目录就在Data下面 然后我们要去Data的下面哈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拷贝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哈 巴拉巴拉巴拉 在这里哈 好 我们 那样一个web吧 py的代码 把它拷进来 刚刚已经讲过了哈 其实就是 导入我们这些 已经安装了的这些flask的包 以及 我们的这个pads的一些模块 然后我们会去创建一个路由是吧 然后执行一个 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什么 读取一个sell 然后呢 把它打印到我们的网页上面去 就是我们代码上面写的这些 只是我们现在在linux的这个 虚拟机上来做这个事情哈 python3 我们的环境是 ok linux centeros 7.4 然后我们是需要去执行 你看 当然我们现在下面是没有这个 嗯 它里面是要执行这个 我看一下哈 去执行这个一个sell的文件哈 现在没有哈 我们要不要把它烤进去哈 为了方便呢 我们到这边来哈 到我们另外一台windows的虚拟里边 来 ok 然后呢 看看有没有哈 哦 这里不对哈 不是这台虚拟啊 稍等一下哈 跳转那台虚拟啊 跳转那台虚拟哈 这些的2016的虚拟 然后呢 我们去执行一下 是吧 这台这台主机的IP看一下哈 是多少 就是我们的这里哈 6.116哈 这里是 ok 然后清掉一下 我们去执行一下 ok就是我们刚刚三把充电的一个共享是吧 我们py刚刚在里面充电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文档哈 我们把它烤进去 好 可能就用之后呢 我们打开看一下哈 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ok 这是我们内网的一些服务器的 idro卡的IP哈 然后呢 它是这么一个内容哈 我们 启用编辑哈 ok 我们这些是共享的时候打开的哈 好 我们到这边来 回到这边来执行我们的这个python 对吧 这个web 好 我们来执行这个web的一个呃 程序哈 这个程序就是我们的一个flask的框架哈 那执行了之后呢 嗯 我们看一下哈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产生一个80多端口 那我们的我们刚刚看到是116的IP 6.16 我们在这边来访问一下哈 好 这里哈我们刷新一下 哎 看到没有 它就在网页上面显示出了我们的一个sail表格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对表格做是做一个修改哈 比如说我们第一行哈我们的6.6.5我们把改改改改一下改成6.15可以吧155可以的保存一下哈 好保存了之后呢我们在网页上再刷新一下哈 看到没有 我们就做到了什么通过python来读取我们的一个sail 然后打印到网页上之后呢我们在这边改一个sail呢这边就可以什么 web上面就可以生成了 其实一个sail呢你可以把它 想象成一个什么 想象成一个数据库对不对 它是一个关系型的表嘛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关系型的数据库 其实数据库无非就是一些表的什么集合 然后呢我们要通过怎么去展示这个数据库或者这个表呢 就通过什么python把它读出来放到我们的网页上那我们发给我们的同事啊这些我们就可以什么不用发给他这个表而是发给他一个link 那一个link其实是一个url嘛这个url很简单你在哪里都可以访问如果你外网的话就可以什么做一下这个在路由器上做一个端口映射就把这个80端口映射出去 然后呢你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张表对吧通过什么通过web这种方式是不同的啊就是你一张表和一个link一个url 是完全不同的访问我们呃资源的方式这个很重要哈其实ok这个小实验呢就我们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